真风吃醋 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吃醋吗 我们形容一个人爱吃醋 通常是因为他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心态 很多时候人是因为自己没有 而嫉妒别人拥有的 然后心中产生酸溜溜的滋味 严重的话呢 就会对人产生记恨 上次的故事说到雅各 因为被骗而一下子娶了两个老婆 你千万别认为这是厌福哦 因为糟糕的事 可是不断地发生在雅各的家庭里 雅各为了娶心爱的女子拉姐 所以他心甘情愿地 花七年的时间为拉班工作 当然他万万也没想到 自己被骗了 不但娶了拉姐 连拉姐的姐姐丽雅也娶了过来 雅各虽然娶了姐姐丽雅 却不爱她 这对无辜的丽雅来说 是很不公平的不是吗 从前在以色列的家庭中 如果妻子一直不能生育 就被认为是羞辱的事 不过上帝见丽雅失愁 就怜悯她 赤给她儿子 夫人 恭喜你了 是儿子 是男孩 你看看啊 丽雅好高兴地说 是儿子 是儿子 上帝啊 我谢谢你 你真的知道我心中的苦 我想这个儿子 雅各该回头了吧 他该回心转意爱我了吧 是的丽雅说 遭遇的一切痛苦只有上帝知道 奇妙的是 丽雅一连为雅各生了四个孩子 他一直期待丈夫能多爱他一点 但是雅各对丽雅总是爱特别少 反而全心全意的爱拉姐 而拉姐呢 他一连看姐姐为雅各生了儿子 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 他开始闹情绪了 他嫉妒的对雅各说 你看 为什么姐姐可以一连生四个 我呢 现在我一个儿子也没有 我不管了 你帮我想办法 不急不急 他有孩子不算都是我们家的嘛 别生气别生气 不行 我才不管了 如果你不给我孩子 那我死了算了 别闹别闹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是说给就给啊 让你生的是上帝 也不是我 我又不是上帝 拉姐的处义一天比一天生 一天比一天更嫉妒他的姐姐 看着姐姐带着四个小萝卜头 他心中可不是滋味呢 想着想着他出了一个收主意 一天他对雅各说 既然这么久了 我都不能生 不如啊 让我的卑女批拉 来代替我好不好啊 反正呢 他生的孩子都归我的名下嘛 这样也可以为我生子啊 雅各似乎没有寄取爷爷奶奶 犯错的教训 虽然古时中东一代的习俗 也跟中国古代一样 如果祖母不能生育 便收卑女为妾 这样子可以生子传宗接代 不过啊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哦 雅各可能也被拉姐得无理取闹 受不了把卑女批拉取来当妾 就这样 匹拉也为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拉姐高兴得不得了说 太好了太好了 上帝终于为我申冤了 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耶 现在我有儿子啦 没多久 匹拉又为雅各生了第二个孩子 真正开心的是拉姐 因为她总是以孩子的多少 来跟姐姐增进 小朋友你知道吗 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他们在争宠啊 他们在争自己在家中的地位 其实嫉妒跟争敬 使这个家本来是很和乐的 却变得吵吵闹闹 一天卖纸收割的季节到了 姐姐丽雅的大儿子到田里面去帮忙 没想到她找到了一株珍贵的植物叫风茄 她高兴地拿回家给妈妈丽雅 什么是风茄 风茄是生长在巴勒斯坦的一种植物 当地的人迷信认为如果吃了风茄之后 就很容易怀孕 所以就称她叫爱情果 当拉姐知道丽雅有一株珍贵的风茄的时候 就对丽雅说 姐姐啊 听说你儿子流变采回一株风茄 是啊 这可是难得的爱情果 姐姐 听说吃了风茄能生育 我看你都有四个儿子了 倒不如把风茄让给我 怎么样 让给你 可没那么简单 怎么样 你整天霸占的丈夫还不够啊 丈夫都是你的 现在又打我儿子风茄的主意吗 我没那么蠢 拉姐见姐姐怎么都不肯把风茄给她 只好说 姐姐这样吧 你把风茄给我 那么晚上我让雅各陪你吗 就让她陪你一个晚上当做交换 你觉得怎么样呢 丽雅心想 我都有四个小孩 就算没有风茄也无所谓 只要雅各肯陪我 那就好了 于是她立刻的答应 好 风茄可以拿去 不过你别忘了 晚上雅各可是要让给我的 丽雅把风茄给了拉姐 没想到上帝依旧是眷顾 丽雅 一连又给丽雅两个儿子 小朋友你猜 用丈夫换来的风茄 有没有帮助拉姐生小孩呢 没有 她一直都是用自己的方式 不是对着雅各吵吵闹闹 要不是就是用人的方法 当方法都用完了 她只好转向上帝祷告了 最后上帝听了她的祷告 让她为雅各生了第十一个儿子 她为儿子取名叫约瑟 在丽雅及拉姐的生命中 我们明白一件事 嫉妒是许多争吵纷争的源头 嫉妒往往在我们的罪心里面 如果我们不去对付它 嫉妒就好像发酵一样 一直在里面扩散 因此在家中与兄弟姐妹相处 在学校跟同学一起上课 在教会与其他信主的小孩 一起上主义学的时候 Debra牧师想问问你 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第一 你总是羡慕别人有的东西呢 第二 你会不会不自觉地说 哼 有什么了不起 这种酸溜溜的话 常常会在你心里面出现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经验 表示我们心里的确从羡慕到嫉妒了 因此我们要开始求主帮助我们 要从羡慕的眼光及态度转向主耶稣 求主也帮助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有的 并且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 因此在家中与兄弟姐妹相处 在学校跟同学一起上课 在教会跟其他的信主的孩子 一起上主义学的时候 Debra牧师想问问你 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第一 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 第二 你会不会不自觉地说 哼 有什么了不起 这就是酸溜溜的话哦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经验 表示我们心里的确从羡慕到嫉妒 因此我们要开始求主帮助我们 要从羡慕的眼光及态度转向主耶稣 求他帮助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有的 也要看重及珍惜自己拥有的哦 好 现在把你的手合起来 眼睛闭上 跟Debra牧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当我听见拉结因嫉妒而百般的想办法 跟姐姐真敬的时候 我心中也很难过 因为嫉妒使我们心中不平衡 求主帮助我 让我懂得珍惜目前我所拥有的 我拥有我的家 我的健康 我生命的信息 及教会许许多多的朋友 求主教我做一个满足喜乐的人 孩子祷告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